作为全奥领先的心脏病学家之一 周花颖医生在心血管疾病预防 尤其针对女性病患的研究方面 可谓是领军人物 如今这位学者在维基百科上 拥有了自己的条目 各项成就得以被悉数记录 在英文维基百科条目中 女性的占比不到20% 而这些女性正在努力改变这一现状 环境科学家梅兰尼泽佩尔 为澳大利亚女性创建了 100个维基百科条目 其中就包括现任澳大利亚总督 萨曼沙莫斯廷 以及黑色素流领域先驱研究员 澳大利亚年度人物乔治纳朗 出生在哥伦比亚的阿斯特里德·罗德里格斯 目前在布里斯班从事遗传学研究工作 为了推动和自己有着相似背景的 来自多元化社群的科研女性们 为大众所熟知 罗德里格斯博士正在为他们创建 维基百科多余众页面 他表示这些女性的研究成果 时常受限于语言的障碍 被外界忽视 2020年 罗德里格斯创立了非盈利组织维塔卡 通过指导和英文编辑服务 帮助拉丁美洲女性发表研究成果 受益于维塔卡的支持 来自哥伦比亚的约翰娜·特哈达 关于基因突变和阿尔兹海默疾病关联的学术论文 得以成功发表 如今 特哈达在大学任教 而她的一位学生也在通过维塔卡 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 公众形象也是激励下一代的关键 SBS中文新闻杨福佳报道